莫王,既知失礼,那就莫要失礼,宴会这才刚开始,你便要带江雪一并离席,无论如何,此举都太过不妥。 李清出声,并没有直接同意莫莉请求,莫莉不由得笑了笑,并不怎么在意地说道,不妥就不妥吧,总好过让雪儿一直待在这边,令人长麻烦得好。 如果西公主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,那也不是莫莉能够左右的。 说吧,略微点头示意,莫莉直接拉着寒浆雪往殿外走,全然没有理会整个大殿之内,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一个人,见状,所有人都震惊地无法形容。 莫莉当众违背皇帝意思,这无疑于是最直接的一种藐视,藐视皇帝,藐视天下,藐视一切。 下意识地,不少人都在他们二人将踏出大殿之际,看向皇上。 果然,在最后时刻,李清忠实不再沉默。 站住! 洪亮,而带着怒意的声音,响起来,李清明显是火了。 听到皇帝呵斥,莫莉倒也停下,心是安抚性地朝寒浆雪看了眼, 事已,岂不用担心。 而后转向,看向龙椅之上的皇帝,愉悦地说道, 皇上,有件事,臣险些忘记说了。 臣与雪儿的婚期,提前到本月二十六日,也就是十日之后。 所以这些天,事情比较多,再次恳请皇上见谅。 臣与雪儿先行告退。 雨必严静,店内是空前的寂静,所有人几乎连呼吸都快屏住。 唯有莫莫与寒浆雪,踩着不急不缓的步子,携手而去。 这一次,李清没有再出声制止莫莫与寒浆雪的离去。 皇帝的沉默也可以视为是默许。 所以,店内外的护卫全都没有阻止他们,任由他们两个飘然而去。 好半天,李清都没有说话,就这么定定地望着大殿门口的方向。 哪怕早就看不见他二人身影,也还是那样子,保持着这样的注视,默不作声。 皇帝不出声,其他人自然就不敢吭声,一时间气氛诡异的可怕。 下头没有几个人,脸色是自在舒服的。 唯独,先前还气愤地想杀人的西公主,反倒是神色舒畅起来,不但之前怒火,消散了个一干二净。 一副说不出的高兴的样子,是不是盯着李清桥,完全没有忌讳。 十天之后吗?看来本公主还能够赶上顿喜酒了。 没人敢吱声,梁西自然除外,没过多久便笑咪咪地说了一句话。 不仅如此,还一副完全不计前嫌的样子,胸怀宽广地,吩咐侍从,记得要提前给他们两个背上一份厚礼。 宫里头的事情,莫莉与寒江雪这一会儿,全然不再理会,管他接下来是欣赏所谓的第三宝,还是掀起某些人不可遏制的怒火。 出了宝,寒江雪直接跟着莫莉上了车,享受着被莫莉亲自送回家的贴心照顾。 婚期提前的事儿是真的吗? 上车之后,寒江雪这才朝莫莉问起来,大大的眼睛是说不出的快活。 她承认,心里头当真是有些恨家呀,一想到,很快就正式成为莫莉妻子,与她生活在一起,这心情便是说不出的愉悦。 当然是真的,这样的事情哪里还能开玩笑呢? 莫莉拉拉拉寒江雪,吹在胸前的发丝,笑道。 怎么,你觉得太早了? 当然不是了。 寒江雪这会儿哪里会有半点害臊,毫不犹豫脱口说道。 还有十天哪? 医生还有,嗣不差地表明了她这会儿的心情,而很快,她却是更加兴致勃勃地问道。 对了,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?我父亲知道吗?你有没有与她先商量过呀? 自然,岳父大人那边,当然是已经知道的。 这件事情,昨日我和她才商量好的,正好趁着今日这么好的机会,当众宣布。 原本,我也想越快越好的。 虽然婚事,一切都已经早早准备好,随时可以举办,但送锡帖怎么着也得花几天功夫,再腾出几日,让人家安排好时间不是? 莫莫丽十分开心地说着这些话。 再说了,舅舅这会儿离得有些远,正在别处忙着,赶回来的话也需要些时日,我们大婚,我希望舅舅能够出席。 还有,我已经让人算过了,十天之后呢,是大吉日。 说起他们大婚,莫莉的话滔滔不绝起来,这里那里,大的小的,事无巨细,全都一一地与寒江雪道出。 二人这一会儿,完全不似那种将成亲的小儿女一般,羞涩回避什么。 你一言,我语地商量着,讨论着,说不出的快活,道不尽的喜悦。 婚期重新修订,一旦公开之后,韩莫两家这些日子自然是热火朝天地忙活着,做了最后的准备。 此时此刻,两家在婚事上也不需要什么刻意低调了,那种喜庆和热情铺天盖地而来,着实让整个京城都跟着为之一亮。 得知小姑子婚事提前,这会儿林晓晓还在坐月子呢,当下便不停地用嘴巴只是贴身丫鬟,早早地把亲手绣好做好的各种精美物件给整理出来。 有各种不放心的,让韩莖一定得抽空检查好,给寒江雪的各种陪价,有没有还需要补充的。 二夫人三夫人同样也没闲着,刚刚喜得侄孙子,这会儿说嫁便马上要嫁,一时间当真觉得,韩家整个气运都转过来了。 虽然忙是忙了点,各种事情比往常都好几倍,但一个个的都忙得开心,忙得喜悦。 宫里头,难得没有再弄出什么动静。 莫涵两家的喜事,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刺激到了皇帝的心,让他知道,一切无法改变了。 还是,最近几日,政务繁忙,同时还得招待南梁公主。 总之,自从那一天他们二人就这么扔下新的婚妻,甩手离去之后,一切反倒变得平静起来。 没有对于那一日莫里态度任何的追究,也没有对两家婚事提前与否半点表态,一切仿佛真正地回到正轨,回到那一种,本就不应该有任何横之错生的状态。 寒江雪这些天,心情格外的好,天天好得出奇,连带着还没满月的小侄子,都被他给成天斗的睡觉时间都少了不少。 最后,二婶三婶坚决不让他再把孩子去玩,免得让小孩子在月子里睡太少,长得不好。 不能总去玩小侄子,寒江雪倒是听从二婶三婶建议,亲自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私用物品,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需要补充的。 虽说两府隔得不远,但嫁过去之后,始终就是莫家人了,再回来也没有如今这般在家中待着方便。 偶尔还陪着府中几个小弟小妹们说说笑笑的,说一下嫁人这种稀奇的事。 寒江雪,无论懂与不懂,却丝毫不显尴尬,常弄得满腹的人都跟着笑个不停。 寒风感慨不已,他这女儿还真是不经流啊,一直马上就要嫁人了,当下便乐得不成样。 哪里有半点,是为寒家女儿的不舍和矜持。 不过,做父亲的,不舍归不舍,但打心底里头,却替女儿真正开心。 女大不中流,迟早也是得嫁的。 如今能够嫁给莫黎,这样世界难得的男子,又是一心一意地对自己女儿好的。 如此好的婚事,他当然不会想为了让女儿留下来多陪陪她,而耽误了大好姻缘。 眼看着,离大婚就只差两天功夫了。 今日,寒家哥哥主子,除了如今还在月子里的林小小之外,其他人,全部围坐到暖厅里面,一并商量着两天之后江雪大婚一事。 明日便是给寒江雪添装的日子。 二夫人三夫人早就已经确定好了到时会来的贵客名单。 这一次,但凡来给寒江雪添装的,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。 事已,明日起,整个大婚也算是正式启动了。 五夫人什么的,也都早早请好了。 一早莫王府那边,便给联系到了,事已当真看出莫王府对这门婚事的重视,对于他们江雪的重视。 父亲,二叔三叔等人,都一一地与寒江雪,交代叮嘱一番嫁人之后的事。 言辞之间,军包含着,由女长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。 二婶三婶,分别掏心掏肺的,将为人席,为人妻的处事之道,以及和婆家的其他人相处是要注意的,全部亲口相受。 无一例外的,都希望寒江雪日后不走弯路,能够过得好,过得如同在娘家一样的开心。 寒江雪心中感动不已,一一地认真听着,记着。 正当轮到当兄弟说话的时候,外头却突然响起一声声,少有的钟鸣。 一时间,暖阁内顿时安静下来,大家都屏住呼吸,竖起耳朵去听。 刚才所听到的,不是太过真切的钟鸣声,到底是真的,还是幻觉? 没多大功夫,大家确定了,刚才所听到的,的的确确不是幻觉。 是以所有人眼神都不由得凝重起来,互相看了看,却是说不出的复杂。 这钟声,不是普通钟声,自东明建国以来,除了宫中与帝王驾崩时,会被敲响之外,其他时候,都不会被敲响。 不响则已,一响,整个京城都将传遍。 皇上驾崩了? 伴上之后,二夫人确实不可思议地看向众人,下室问了一句。 皇上年轻健康,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就驾崩掉呢? 想来该是太上皇墨了。 韩静摇了摇头,当下便否定二夫人说法。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,不再说什么,韩静所说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。 太上皇本来就已经活死人一般的,没了根本也不足为奇。 况且,用不了多久功夫,宫中自然会有消息传来,事已根本不必纠结其他的。 无论如何,总之,这会儿终生一响,暖阁内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,对他们来说,最为麻烦的事情。 太上皇家崩的话,必定是国丧。 按例,普通百姓三月内各种喜事都不能办,而达官权贵,则为一年之久。 也就是说,两天之后,墨家与韩家大婚,却是不得不推迟到一年之后了。 果然,没过多久,公众来消息,正如韩静所言,太上皇墨了。 韩江雪心中真是不知作何感想,太上皇墨的也太不凑巧了吧。 早不末晚不末,偏偏赶在她天庄前一天,出格大婚的前两天,是在让她不得不心生怀疑。 李清这一招,也实在太狠了。 很早以前,她与茉莉便说起过太上皇的事。 其实谁都知道,最后这一口气断不断,何时断,都取决于李清。 只是没想到,李清清为选了这个时候,来坏她的大好婚事。 事已至此,谁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 太上皇驾崩,举国皆丧,谁又能够说什么呢? 韩江雪这会儿心里头,当真是千词百味,眼看着就大婚的日子,却不得不毫无条件,推迟到一年之后才行。 比起婚期推迟的结果来说,这个推迟原因,更让她内心无比的厌恶与反感。 她怎么也没想到,李清竟会将太上皇的死,用到她婚事上。 这种处心积虑的感觉,当真让她感觉坏到极点。 很早以前,她和茉莉便一起猜测过,李清拖着太上皇这口气,迟迟不消,究竟是有什么用途。 弄了半天,竟专门为了他们的婚事而来的。 妹妹,别恼火,迟上一年就迟上一年嘛。 好事多磨,就凭你和茉莉之间的这份情意,大哥相信,一年之后成亲,只会比现在更好的。 韩清最先出生,安慰韩江雪。 这些天,她处处看见妹妹对于大婚之妻的憧憬和期盼,而如今,明明一切已经就绪了,明明立刻就能达成所愿。 却这般默默地被冲推掉了,又得眼巴巴等上一年之久。 这样的事情,换作是谁碰上,都会郁闷得不行的。 更何况,韩家人都是知道内情的。 李清这步棋,摆明就是一早针对着他们这个婚事,提前设定好的。 是已,这种事情还是暂时只有忍得分。 好在宫里头,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太上皇。 众人都纷纷安慰她几句,韩江雪原本恼火气闷,如今听见安慰,情绪自是很快调整过来。 是啊,就当作是好事多磨吧。 无论如何,无论她用什么法子,最终也没法阻止她与莫离在一起。 宫中终声响起,文武百官,各种有封号的王侯伯爵以及命妇等等,都得在第一时间入宫。 韩风与韩霜和二夫人很快便换好朝服入宫去了。 韩家先前设伙朝天准备的各种大婚,也不得不停下,不得不将腹中一片红,全部在最快时间内卸下,换成白色。 不只是韩家,家家户户都在得到消息之后,第一时间内必须换下正月里头所挂的红灯笼采齐什么的。 在大门口,挂上白铃,替刚刚新式的太上皇举丧。 所有正在举办的宴会,即将要办的喜事,全部都不用通知,原地取消掉。 一时间,整个京城都变成一片灰白的色调,笑语欢歌,已悄然无声地收了起来。 韩家受影响的,不仅仅是韩江雪的婚事,还有她那小侄子满月宴,百日宴等等,其他不少人家都是一样的,或这或那,或多或少,受到影响,但是没有半点可说理的地方。 太上皇的葬礼定在三日之后,其皇陵墓早在生前并已经修建完毕,各种准备也在昏迷的时候已经拉开了,事与事情没有什么匆忙的地方。 因为如今国力有限,事端众多,所以李清主动提出,此次太上皇葬礼,重点是重心意,减刑事,提倡节约,反对过于奢侈而无用的捧场。 所以,三日后的葬礼,哪怕有些什么遗漏或不足之处,也并不会太过让人注意。 而李清此举,明显得到不少人称赞,帝王之身,能够以己为律,以己为捧,那么下头的人,自然也会纷纷效仿,多少也能够,让处于睡身火热之中的百姓,有那么些许的安慰。 太上皇葬礼当天,韩江雪没有去参加。 太上皇生前死后所做的一切,对韩江雪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存在,说仇人都还有些轻了。 这几天,他心情调整得很快,并没有因为婚期被托而过于烦闷,日子仿佛又回到从前了。 换个念头,多一年陪陪家里人也是好的。